台发这个台农发呢是农委会呢 那么辅导成立的 并且是由台匪邀籍相关的公司组成 实为是农委会的孙公司 不然现在的董事长洪忠修呢 是主委陈吉仲的嫡系子帝兵 碰到这一次的凤梨事件呢 却不见台农发的角色 那么有出口上就批评了 这里面人是完全没有做生意的能力 说是呢 陈吉仲底下失败的国家队 来听听立委曾明宗他是怎么说的 好 这其实到底是谁 才真的把凤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他们现在还在推前朝 但他们已经完全执政五年了 蔡政府到底是不是执政党 他是超好笑 我们不谈凤梨 我们谈整个中华民国出口 到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占比 在马政府的时候大概40% 到去年底已经增加到43.8% 历史新高 开什么玩笑 谁是执政党 民进党吗 还是国民党 我觉得超好笑 再来问问看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台农发 这个好像若有四五的单位 那一直被说是国家队 可是在凤梨事件上 却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台农发 是农委会的孙公司 而且他现任董事长 洪中修 就是陈吉仲的嫡系子弟兵嘛 那今天怎么会用一些 完全没有做生意的人 来去当我们的国家队 所谓台荣花国家队在105年12月成立的时候 当时的行政院长林全还参加佛风光光宣布 要成立农业的国家队 结果几年下来 现在资本额两亿市快亏光了啦 也没有看到他真的有国家队的样子 而且原来从外商请来的 陈毅然董事长也离开了 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说我们是国家队 只是在因应 在新闻热点上 一个遮羞部而已 更多看到 更多最后 辆 阶爪 身 痫 匋 historians